是的 在全国实施行动管制令期间 民众没必要担心物资匮乏的问题 一些连锁超市在营业期间改变营业模式 包括提早营业时间 让长者以及身上人士提早进入采购 至于国内的送餐服务多数也会如常运作 政府宣布的全国行动管制令 允许售卖日常用品的超市和杂货店如常运作 国内大型连锁超市之一MyDin随即宣布 旗下的分行将会提早营业 首先开放给长者和身上人士购物 除了MyDin 专攻中高市场的Yaya Grozer也实施相同措施 在未来14天把开门营业时间从早上10点提早到9点30分 另外这家连锁超市也宣布暂停网络送货服务 直到另行通知 并表明现阶段将致力于填补货柜上的货源 确保供应充足 除了日用品 另一样和民生息息相关的课题 交通与外送服务 电照车公司Grab宣布 旗下的服务如Grab Food Grab Express Grab Mart 以及Grab Car 不受行动管制令影响 将继续运行 另一家外送服务公司 Damakan也已经对外说明 服务不会中断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